佛陀在菲舍离 他入城起石的时候 看到一位贵如王子的一位小伙子 李洛宪 尊者就跟阿难说 你看这个小伙子 单纯在色欲享乐当中 不久就要死了 死了之后最大地狱 多到地狱里面去了 阿难尊者不忍心 你看 去劝化这位 然后 法起 这部经典 这部经典就是这样一个因缘 人生再富贵 如果没有正思为佛法 如果这一生没有 这都是一生会空过 不仅空过 而且还要祸他的 收获他的恶果 有落的世界 在他方世界播种了轮回的夜中 经文到后面的时候 佛陀就说 在他方世界满劫修行 多少多少多少劫的修行 不如此严福提世界 我们这个说破世界 严福提世界 众生出家一日一夜功德 十六分钟的 之一的功德 要比他方世界 九节勤苦修行 九节勤苦修行的功德 还要大 这个很奇妙 是吧 也跟他方世界比 还有一个跟他自己 严福提众生 有人就是一日一夜出家 清净的身心的功德 他就可以二十节中 常在人天善处 受世妙乐 二十节不多落三百多 如果我们这两天没有学圆教 我们就很难信 对不对 佛陀纵使这么说 我们也很难信 但是我们学了圆教之后 佛陀微妙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我们就能够相信 确确实实 我们就会升起信心 就是不要说他自己 就是别人帮助他的 所以阿难尊者又请问佛陀 若当有人放人出家 或有出家者 任其所需 得己所付 集 text 佛陀阿难 佛陀恩 如若俱满于百岁中 万我此事 我以无尽智慧 愤景实时 满百岁中光维辱 � foods 此人功德由不能尽 成就别人出家 或者放任他出家 或者给他据说顺云园 说其福德不可穷尽 事故阿难 如满百岁 尽手问我 我知涅槃 说此功德 一不能尽 我们怎么想象吧 佛尊就尽 以无尽智慧 无尽智慧 那么长时间的去说 说其福德不可穷尽 所以就想起米勒之八尊者所讲的 三宗修行和三下护法的 两个人都是成佛之音 阿难尊者同时也问了 如果阻碍别人出家 佛告阿难 若负有人破坏他人出家姻缘 即为解夺 无尽散采 福藏 坏三十七 驻菩提法 涅槃之音 设有 欲坏 出家姻缘者 应善观察 如是之事 何以故 缘此罪业 堕地狱中 长忙五目 受极处苦 若做畜生 异常生忙 若生恶鬼中 异常生忙 在三恶苦 酒乃得托 若生为人 在母腹中 受胎便忙 就是他在三恶道里面 不仅都是盲人 就是来做人了 刚投胎 在妈妈肚子里 就是盲人 障碍别人 你障碍别人 出家 实际上就是障碍别人 学三十七 驻菩提法 涅槃之音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听经文法 大家发喜充满 每个人细胞 每个人的各种世界 肉体精神 我们数不清了 自己的多少世界 我们是不是也是 百戒迁如 当我们的心明亮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世界都亮了 百戒迁如都亮了 所以如果有人帮助你 送你来出家 或者帮助你住缘 成就你出家 这个人的福德说得完吗 对呀 如果障碍呢 请问障碍你这样的话 他直接的因就是 他就得不到 别人不得明亮 他就他的果报 就是生生世世无目 没有眼睛 这个人本来你看 这个生命可以活到很好的状态 解脱的状态 结果你这一障碍好了 他不得解脱了 他在轮回路上 做的所有罪 罪业都有你的份 对不对 反过来你帮助别人出家 别人做的所有的功德 也都有你的份 对不对 你说我们这个秘密 是定法还是不定法 不定法 我们佛教所以说不是苏鸣 我们佛教不仅仅重因果 我们佛教更重因缘 缘 那请问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佛陀的出家 是不是这个人类的大因缘 作为严腐体的光明出现了 一切众生因为这个光 破无明暗 得解脱乐 请问佛陀出家 有没有他的助到姻缘 有一位天子 对不对 叫做平天子 提醒他 从空中传来声音 太子出家时到 出家时间已经到了 就当西大多太子 由四门堵生老病死 堵这个老病死苦 然后甚至看到出家沙门的 这种威夷 超脱自在 因为那个出家人 那个出家人在他面前一晃而过 腾身飞去的时候 这位是谁 就是做平天子化现了 那我们想想看 连佛陀来到人间 都需要有这个助到姻缘 我们想想我们出家 有没有助到姻缘 有没有 有啊 我们要不要感恩他们呀 无尽感恩 感恩无尽 所以这里面 佛陀的重复讲道 为什么遮障他出家会盲目 没有眼睛 破他出家 围作流难 则破此眼 破此眼故 不见四道 四念处 四正情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 七绝分八正道 去涅槃城 如果你障碍别人 就是障碍别人 往这上面去的 这个罪过程是太重了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 就是我们出家 不是说剃个头 穿个衣服就行了 我们出家就是要 啊 四圣敌 对不对 这四道就是指 四圣敌道 四念处 四正情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 七绝分八正道 有于涅槃 无于涅槃 无助涅槃 所以悔破他人 如是出家沙门 正见因缘者 终不能得见涅槃城 所生藏茫 我们眼睛不好的 我们自己要忏悔 不是说盲人 我们眼睛不好的也是要 所以英光大师 他眼睛也不好 他就忏悔 他说以前都不知道 我以前就是说 学儒家的时候 就诽谤佛教 他说这一生 我自己做的我就知道 所以他信了佛之后 共生 特别在传戒的时候 他就服务 恭敬 声团 所以他你看 一直就是 要给别人指明道路 解答疑惑 所以后来 英光大师的眼睛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这所以说我们出家 也是要如理如法的 最后你看 十诸天众闻佛所说 莫不厌世 出家持戒 又得虚脱还 乃至阿罗汉者 有众辟之佛 善根者 有法无上菩提心者 佛陀说这个出家 功德经的时候 这个世间呢 世间人因为 他们以为他有个人利益 或者团体利益 我们大家出家这么久了 在座的出家人 也知道 你看 就像我们一直会日四 我们说常住 常住 但实际上我们觉得 我们知道 我们出家人是很弱势的 弱势 因为我们不靠 不依靠什么 所谓常住 就是 为什么叫常住 因为大家是来来去去的 佛教里说 铁打的常住流水的身 人是不固定的 我们每个人也好 也经历春夏秋冬 也会知道这个肉身是生老病死的 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 越明亮 心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知道这世间 除了这些假象 世界还有真相 除了这些不坚固的 这世间还有坚固的 除了这个世间 有有漏的 还有无漏的 除了有生老病死的 这世间还有不生不灭的 相信在座的 出家一年的感受 出家三年的 十年的 二十年的感受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当初有了一念出家的冲动 自己还说不清楚 那随着出家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会越坚定 越来越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是在什么样一个前提呢 就是清净于法 有好的僧团 有一致善知识的前提下 如果一个出家人 没有一致善知识 没有去清净一个好的僧团 没有把身心置于法中 我想他曾经 门门懂懂的那一念出家心 最后会被磨灭掉 会变得更加茫然 这社会上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 所以就很可惜 他只是注重了出家的仪式 他忘掉了出家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今天我们已经念了多少遍了 原教的部分念了几遍你们 对 我说十遍大概要多长时间的完成 实际上叫你们读十遍 你们也是要 就用心的去读 因为这两天在讲 我们在读一遍的话 在顺一遍的时候 你如果你前面读了多少遍之后 再来看就不一样了 这个三千性相 是怎么来的呀 就是以后就不用再犯书了 直接就可以 脑子里就一下就出来了 第一个就是 实际上这世界有十法界 十法界就是四圣法界六凡法界 六凡法界就是六道 六道之外还有四圣 四圣法界 所以这个这叫 十法界首先 一提十法界的概念 马上要知道 这十法界是什么内容 十法界中每一法界 我们人 比如说人法界 人法界里又具足了十法界 有的地狱在哪 地狱在哪 到医院就看看 到菜场去看看 那就是人间地狱 恶鬼 恶鬼道 恶鬼道在哪 没有亲人的消息 就一个人孤苦伶仃 恶鬼 简直是恶鬼 鬼王罗刹 人里面有畜生法界 对不对 这就更清楚了 对不对 也不要说别人了 我们自己很多都处在畜生状态里 善恶无忌 无忌也比较重 心灵比较麻木 就是畜生的状态 所以一法界又具足四法界 这样总共就多少了 一百 每一法界又具足实如是 是吧 性向体容因缘果 这些 本末就中国实如是 就叫谦如是 谦如是 众生假民具谦如是 五因实法具谦如是 一报国土具谦如是 正报一报 五因实法 五因实法 这三个 谦如是 三谦性向 我们学原教也是这样 敬全大师也提醒我们 不是说你这里读了 我背了 我就叫学原教了 我们出家也是这样 出家 有贤胜身 有敬道身 有雅阳身 有无忏无愧身 无忏无愧身 哪种身是有功德的 哪种身是有罪过的 贤胜身是我们的 皈依对境 皈依 皈依的对象 敬道身 就在修行中 朝着贤胜身的方向发展 这个方向去入的 虽然是凡夫 但是也是我们的 学习榜样 我们也要成为这样 对不对 雅阳身就是 他说诗园这地方空气不错 我到这来养老 社会上烦死了 到这 所以他有的出家了 你叫他学功课也不要学 你叫他干嘛 别烦我 我就是不想怕烦我才来出家的 那这种呢 他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出家人该守的规矩 他也都守 但是他不是为了求解脱 这种 他也会随着大家做功课 也一说戒铁也一说 我一说戒去了 说好戒了 戒铁捧回来了 他就是过日子 反正就是过这个日子 这个程序走程序 他求戒是求戒跌去的 不是求戒去的 他对戒没有发生喜乐 尊重 这戒是他的药 这个戒是他的周法 这个戒就是他的救护者 但他没有这个心 他不知道 甚至他受了戒 你跟他提前 你别烦 都走过场 他说戒 所以说戒 良人就会撕破脸皮 你别触动他 就让他过日子 就可以了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你要为什么法 为戒 为什么修行 他说更多一套来给你 这种还算不错 他能维持一个大局 他自己做人 我到了这个群体里了 他也随着大家 也会随大家的 只不过他没有意乐 他不是在谁当中产生意乐 他都觉得挺好的 你看 我们这 我们这还 所以钱也不是很多 但有的人都觉得 我们比个例子说 有的人觉得也可以了 他自己盘算 吃也不用花钱 住也不用花钱 一个月 还有这么多钱 一年下来还几千块 比那个打工好多了 打工连终了之后 有时候老板还跑掉了 干了一次 啥没钱 这样子 不错吃不错喝 可能挺好的 吃所以还可以 或者吃饭菜还可口 我就担心这种情况 以后这种 他以后那种 比如说 雅阳生 但是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利益的 他看不到佛法的利益 他看到 佛教 社会这种机构的利益 还有 就无参无亏神 无参无亏神 不仅仅没有向道的心 出家人该做的 他都不做 甚至连在家人 不敢做的 他都敢做 虽然说出家 他穿了出家衣服 但实际上他没有一点 与出家相应 他还是一个 世间 为所欲为的人 这种无惭愧神 必下地狱的 不但在下地狱 对佛教的破坏力非常大 这就叫我们家的人 踢场着的 就是摩跟佛陀之间的 对的话 以后等你威德小了之后 我虽然不能直接毁坏你 但是我可以到你 到你门中来 穿你的衣服 毁坏你 叫狮子身上虫 还狮子肉 所以佛陀赞叹的出家功德 是指一个标准的出家人 士道沙门 或者是一个修道神 进道神 为什么这么大功德 因为这个进道神为因 圣贤神为果 所以我们学这个 原教的法也是这样 也是这个过程 我们有敬仰 敬仰之心 门烈的这种信心 实际上前面的几种心态 在我们学法的时候 也会呈现出来 有的人就特别的 有的人看 一看 能明白一点 有的人就虽然不明白 他很渴望 还有一种人就 无所谓的 反正今天学了 明天就忘掉了 有什么用 反正寺庙了 也说要学了 他也不能不来 就这样 一点理性 有的人他就什么 自己不懂 他看别人笑话 你们都懂吗 捣乱 他不但那个 不认真 他还捣乱 那就 无惨无愧 还好 我们这里好像 无惨无愧的 好像还好 捣乱都没有 雅阳的也不多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欢喜的 雅阳的也不多 还是很努力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 放生 超度 阴生 卫生 胎儿 次回予告 您开玩具 Krist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思释迦牟尼佛 南无欲东门出家释迦牟尼佛 南无欲东门出家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智文殊施利菩萨 南无大恒普贤菩萨 南无大恒普贤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嗜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慈弥勒菩萨 南无大慈弥勒菩萨 南无西天东土 南无西天东土 红中眼教 诸大善之士 南无龙肃菩萨 南无智者大师 南无灌顶大师 南无湛然大师 南无欲益大师 南无敌贤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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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无功上人 南无无功上人 为一切法界如母众生 为一切法界如母众生 究竟解脱 究竟解脱 法无上菩提心 法无上菩提心 上面虽举了五坐四地 不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 称性六度十度和不思义二地 圆妙三地等道理 这些道理其实只是一种道理 华言经所说的一真法界 法华经所说的佛之简 涅槃经所说的大波涅槃 波热经所说的十相波热 维摩经所说的 维摩经所说的不思义解脱 乃至真如 法性 实相 法界 济光 毗卢等 种种种名词 虽有不同 实在所明的即是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道理 彻底明白 便是明字即位 依此起修 以此起修是观行位 分正此理是分正位 彻正此理是究竟位 如来所觉 众生所迷都在于此 直显此理 便明为实 方便开显便明为拳 圆顿此理便明为圆 淡显一分便明为偏 顿见此理便明为顿 见见此理便明为见 正入此理便明为正 每次盲修便明为 这段呢 实际上开全现实 真正的现实 说大实话 这里面就说 维持一真实 无二亦无三 这个真实 归原无二路 方便有夺门 我们 敬全老法师不仅 举出了说 无作四地 不思义 不生灭十二因缘 称性六度十度 不思义二地 圆妙三地的这些道理 其实只是一种道理 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 华严经所讲的一尊法界 禅宗所讲的波尔法门 法华经所说的佛之之见 涅槃经所说的大波涅槃 波若经讲的 十相波若 中道 空性 维莫经讲的不思义解脱 乃至他还有名字 真如法性 法性 实相 法界 济光 比如 从智上说是文殊菩萨 从悲上说是观音菩萨 从金刚体性催邪浮证上说是要事如来 从他的圆满 无不涉入此法界上来说是西方阿弥陀佛 能生一切诸善是多宝如来 所行一切皆不灭就是不空成就如来 乃至我们受戒的戒体 为什么南山道宣律师来受戒的时候 先是讲大乘戒体 如果这个不明白 忏悔你忏忆什么对劲忏呢 受戒又叫忏悔堂 忏悔 你以什么对劲呢 就是以这个对劲来忏了 所以也可以称为叫金刚萨多 所以这个包括三聚境界 也是这样 有的人就想不懂 那为什么别解多戒 被大乘戒所舍 大乘戒被三密也戒舍 他搞不懂就这个 他以为这是三个 实际上不是哪里三个 别解多戒的戒体是什么 这个无作妙体 这是佛的无作妙体 佛的无作妙体里面 它是具足了菩提心的 还是具足了三密也的 哎 就像佛徒的仕途 凡圣同居方便有余 是报庄严长期光 像 你你把下面 比如说我别解多戒修得很认真 成为真实的因的时候 它是会通上的 虽然它现在不能涵盖 别解多戒不能涵盖菩提心界 但它通 它能不能通吗 能不能通 是可以通的 当一别解多戒为因的时候 它慢慢增长增长 你增长受用 然后越来越解脱 解脱解脱 心量也解脱 见地也开发 自然就会显入大乘的根性 大乘的菩提心的这个 特质就会显出来 菩提心的在增进增进 然后 后来就是进入不二的状态 这种更高的智慧 更高的智慧的时候 三灭也就陷进 也是这样的道理 虽然说是在方便 这个凡圣同居土的人 他不知道 这个有余土的境界 更不能了达这个 死报庄严土的 长级光土的境界 但是并不代表它以后不会 那 凡圣同居土的真正的因就会增长 增长最后就进入到 方便有余土 但是方便有余土肯定可以涵盖 凡圣同居土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法门呢 因为众生根器是不定的 我们寺院里好的 有的你看我们门都敞开的 对有的人来说 能够进来 能让进来就已经很慈悲了 有的 这个可以你看 怎么样 不同的这个都是根据它不同的根基来的 所以金刚寸里面 那包括所谓的大中观啊 大手印啊 基道国法 叫道国法 这道中观了 还有秩序派 印诚派 有的它偏重在他空间 有的偏重在自空间 但是不同的寺院不同的传承啊 不同的传承啊 它有它的偏重点 有的道长 重点在戒律 那我们现在平清寺啊 重点在戒律 有的道长 重点在戒律 有的道长 有的道长 重点在 经教 我们道长是重点在大众 改变邪见 引入大家 引入大家信仰 产生一个正信仰 有的道长在禅 如此门不许你七见八道 到此处哪管他五眼六通 云居山 到了云居山 这地方就是 波尔法门的地方 修禅的地方 到了庐山东陵寺去了 大家都念佛 灵言诗也是 都是念佛 当然就是念佛 但是早晚功课也一样啊 也都是禅门日书 所以我昨天就想起来了 我看到原教的部分 我就想起来 我们汉传佛教 为什么你看大乘佛教 都是以这个原教为因 原教为指规 处处都表现的 放生对不对 放生是建立的原教的 我们早晚功课 早晚功课是原教的 吃个饭吃个饭 也是原教的 上供做所有的 都是建立在原教上面的 有一个方丈要深做 部部都是按照原教来的 从山门外 要进山门的时候 组个组仗 说一句法 开 好 进山门 进山门 每一殿都是要说法 每一殿都要说法 走到大雄宝殿 对着大雄宝殿 说法 然后到法堂 最后方丈疗 方丈疗 三半香 从怀里面套出 此一半香 哇 那都是聚聚原教的理 比如说 此一半香 不从他有 不从他有 西在炉中 周遍十方 上供诸佛 还了得啊 我不是说了吗 汉传佛教这个 所谓的显宗 真正是大秘宗 跟你说话了 这是大秘宗 粗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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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它特别的深 为什么从怀里面套出来 都是有表法的 诸法不自身的嘛 法不自身的 以什么大悲而化的 诸佛的悲怀中生出法的 八万四千法门哪一法 不是从诸佛的悲怀里生的 所以这个 汉传佛教太高知道吧 你经历了两千余年的 然后继承的佛陀最实相礼地 你这个 一代一代的祖师出来 禅禁秘律 一代一代的祖师 对凡夫来说 这太高了 看不到啊 不能忘记相悲的 就是我讲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们这个高位 他们不好 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好小乘佛 没有 都好 就是你不要忘掉自己的本 你的根性 你也不要忘之菲薄 你这一位一位汉传佛教 就是显中 显中没有秘吗 这是什么显 这是显秘的显啊 是把秘的圆顿的 把你开显出来的显啊 请问佛虽然出世了 佛出家了 佛成道了 佛说法的佛跟不说法的佛 请问他们两个功德一样不一样 说法的佛跟没有说法的佛 一个开口一个没开口的功德一样不一样 功德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没开口我们众生不知道呀 他开口了对我们基尔说的时候 对我们恩德就不一样了 佛的功德是一样的 开口不开口佛的功德都一样的 但是 开口的跟没有开口的恩德是不一样的 垂记接引众生了 这对我们就就就就发生作用了 开口说法的佛 跟入定的佛 他们功德本体 他们所证的 他们的境界都是都是圆满的 但是开口说法的佛 对我们众生来说就具有意义了 世间便有涅槃因 众生就有解脱处来 也是从这个原因上说 菩提树下的佛 或者是 路爷院的佛 转法轮的佛 跟现在我们在慧日式法堂里面 我们在讲 我们的对境是不是一样 我们都是三宝弟子 虽然我们现在破破烂烂的呀 不管是外相还是内德都不具足 世间的文学也不具足 出口也没有微妙的言辞 也没有这个这个 缜密的章句 就是精炼的逻辑 这也都没有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在末法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 众生的眼是 不识字的叫文莽 不识佛的叫佛莽 有眼无珠 虽然有眼 不识佛的原妙 原顿这种功德 作为清净法身佛 虽然是周变的 此时也是毫不减损的 但是我们不知不见 不知道的 虽然说我们念头 是妄想 但是我们的念头又那么坚固 前天问大家 你们演戏 这个什么 弱贼强贼 对吧 顺是弱贼 力是强贼 软贼硬贼 是不是 扮演 扮演了也会生烦恼的 跟你说 为什么 你没有高超的智慧 看着自他的智慧 地藏菩萨说 正虚仗以腾空 你有腾空的智慧吗 你就实有我实有的你 然后你在攻击我 然后他在攻击的不是虚拟的呢 就是直接就讲你的缺点呢 那你怎么关空啊 对不对 你怎么关空 那一句话过来的一种 就是棒棒的呀 中枪中弹啊 顺境不好过 逆境也不好过 你们自己尝一下就行了 我只是何其坚强 设定假设好的都完成不了 不要说没有假设 没有假设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就真的很现实的呀 你是 佛的四个图 是不是都是佛的功德力呀 都是佛的功德力呀 那是佛分上的功德呀 那是佛接应众生的呀 那同样呢 八万四千法门呢 藏通别缘呢 是不是也是佛的 那我们以原教的见 看四地法的时候 苦地还是不是苦了 迷的时候是苦啊 物的时候它就是涅槃啊 苦的本性就是寂灭的呀 了不可得的 没有苦之外的涅槃的 那原教的苦尽灭道都是这样 那原教的原教的藏教呢 那实际上藏教是不是从佛陀圆满的心当中 这个捶捶捶刺下来的呀 所以说我们虽然 对于原教我们要渴养 但另一方面 我们对于最对积的藏教 我们要好好认真地去行 啊 这昨天我讲了这个解脱啊 解脱就是说 就讲了比了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仁天的呀 我们身为原觉的呀 我们不要停滞在里面 不要把众心耗耀心 只停滞在那里面 但实际上 佛陀给我们设的人天秤 给我们设的身文原觉秤 我们要感恩戴德的去受持 因为那个才最对我们的根基 只不过在有这样的真实的因 在果现前的时候 我们不要停滞 我们要相信佛 佛所说 除了藏教 啊 通别都要 都要层层递进 也是这个道理 原教你看 这么这么大的功德 这么圆满 实际上 藏通别圆 藏教有可能 对我们的恩德最大 所以不要嫌弃啊 不要嫌弃 妈丑啊 因为这妈才是生你的呀 所以心里一边要渴求的 圆妙的 圆顿的 圆满的 圆教的理 佛的之间 我们把这个事先设为自己的目标 但行要行在因中 知道吗 行要行在因中 目标是我们的国地目标 比如说我 我要我要我要去这个天同寺 天同寺 那个目标设好的之后 那个因 看就我们看了 我们从这个詹琪岭呢 翻山呢 最原始的方法 原始的方法虽然慢 但也有好处 这条路多少祖师都走过了 这条路有可能弥勒菩萨都走过 对不对 弥勒菩萨从这里来朝天同欲王 就要从这条路来 他是那个嘛 他要从七口那边过来 凤化过来 就要从这条路 可能这条岭 多少祖师走过 很亲切 也可以选择骑自行车 有隧道 也可以选择 骑车 骑车十五分钟就到天同寺了 不行至少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吧 不行 对吧 你有本事也可以降落伞 就是这么方法去 但是哪一个方法都要认真的去 感恩 很感恩 很感恩的 你走在就走在张奇古道 你要感恩那铺路的人 那十字都磨那么亮了 古代几百年前的古人就铺下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目标 那比如说 这有一个 这个仁天秤特别修得好的 这我们都值得向他学习 身文秤修得特别好的 也值得向他学习 元节秤修得好的也向他学习 跟你说我们真的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一个元教学的好的 他就真的想很平凡的 因为哪里不是佛法呢 知道吧 所以元教的 你比如说我们文殊菩萨跟他做前的童子 有一段那个 文殊菩萨对那童子说 你出去 你看什么草不是药的 你给我采一个来 过来好大一会空着手回来了 我怎么没采来 他说我看了好像没有哪个草不是药 所以一个参残的人参二十年 那天从街上阳关闭闭关心 路过街上 结果耳朵却听到一个卖肉的在那里 一个卖肉的叫说 给我来二斤筋肉 金的 结果那卖肉的把那个刀王的针板 一战一插手 你说说看哪块肉不是金的 这个禅师当下开悟了 几十年用功禅堂里面开悟 你看菜场里 印度八十四成就者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真的八十四成就者里面 这也有国王 也有乞丐 也有打猎的 也有屠夫 各种都有 除了视线善知识相呢 多少秘密的行持在原教的这个境界里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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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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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